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滚滚 耳边回荡着成郁前日临走时对自己说的话 自己还爱东华吗 答案自然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爱 他爱他 承认自己很爱很爱他 可是过去种种 自己却不敢再轻易踏出那一步 我 东华紧拥着他 生怕他下一秒消失一般 眼眶红着 小白 我们错过了太多太多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我错了 小白 答应我 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从自己年少时 自己听到的 见到的东华帝君 从未有过今日这样的神态 最终还是自己心软了下来 好 但这一次 你不可再负我 若是 凤九还未说完 就感到自己唇上一凉 东华将自己的唇覆盖在他的唇上 片刻后 小白 生生世世 我东华定不负你 凤九这才反手环抱住东华 慢慢抵靠在他的下巴 柔声道 好 东华知道凤九的身子暗眉恢复 在外面许久 进来后又同自己说了这么久 必然觉得累了 问道 刚才在外面站了许久 身子乏不乏 要不要睡一会儿 凤九 嗯 是觉得乏了 东华 累了便睡会儿 我就在这陪你 凤九 好 东华看着凤九熟睡后 扶下身轻轻的抬手 将他并肩一抹调皮的碎发挽至而后 慢慢的露出了笑容 经历了这么多 如今才终于相信凤九就在自己身边 紧张了数日 东华慢慢躺下 轻轻将凤九拥入怀中 甜甜睡去 魔族燕池乌自那日离开青秋后 因担心凤恒一人 便回了魔族 走进大殿看见凤恒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坐在那 不知在想着什么 慢慢走了过去 一手轻轻搭在他肩上 凤恒以为是东华回来了 惊喜地回头一看 是燕池乌 眼底呈现了失望的神色 虽只是一瞬 却没有逃过燕池乌的双眼 凤恒 是我 凤恒 是你啊 燕池乌 嗯 冰块脸已经回青秋了 我担心你就过来看看 凤恒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笑 如今这样的局面都是我自作自受 燕池乌 凤恒 这次你确实是做错了 凤恒 从小到大 我唯一的哥哥打着爱我的名义 处处拘束着我 让我从未感受到温暖 后来我喜欢上敏苏 最后又知道自己爱的人是女人 再后来在梵音谷中 那些年都是帝君每十年来一次 陪我 让我那颗死去的心 又慢慢地活了过来 你说 我怎能轻易放弃呢 燕池乌 可是几恒 感情的事情并不是一厢情愿的 那时在梵音谷中我就和你说过 无论冰块脸做什么 那都是他和小九之间的事 那都是他心甘情愿的 小九一世 他们两人走到今日 经历了多少 我看在眼里 他们早已经爱对方爱到了骨子里 不是任何人随随便便就能够拆散开的 你要知道 一旦感情若是能够拆散 那就不是真爱 拆不散的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 几恒望着眼前的燕池乌 自小这个男人就追在自己身后 扬言要娶自己 可自己从小对他就没有那种感情 甚至说是反感 直至今日 才发现这个看起来很粗犷的男人 居然能够把感情这种事分析得如此透彻 几恒苦笑一声 原来这么久 我做的一直都是错的 青秋狐狸动东华睡醒后 看着凤九还没有醒来的征兆 便起身换来了米谷 东华 米谷 米谷走上前做一失礼 帝君 东华地上一碗药 交代着 这个等小白醒来后 你给他热一热让他喝了 我去找一趟折言 晚些回来 他若醒了 让他乖乖等我 米谷 是 是李桃林东华 折言 折言 你不好好待在狐狸洞陪着凤九 来我这里做什么 可是凤九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东华 不是 我来室友是找你帮忙 折言 哎 我觉得现在的我更像是你们夫妻二人的保姆 但是小事都要我来撑着 也罢 谁叫凤九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你又是我朋友呢 说吧 可是 东华 你那可有能够解除秋水毒的解法 折言 秋水毒 莫不是你要为那母做公主解毒 东华点了点头 季衡的父亲有恩于我 我打算把他的毒彻底解了 也算是还期梦号对我的恩情 以后不再和他有任何瓜葛 我不能也不愿再用小白去冒险 折言 嗯 看你这神情 莫不是小九已经原谅你了 否则你哪会有时间来想他人 东华想到此 带些傲娇的神情说道 是 折言 果然啊 你这万年铁树一开花啊 也罢 热 拿去 折言从秀中取出一青色瓷瓶 你来的也真是时候 这个是我刚刚炼制出来的 可以去除秋水毒的 再配上我调制的这个药丸 自然会要到病除 东华接住瓷瓶和药丸 多谢 折言 小九那怎么样了 东华 近日看起来还好 只不过出来看了一会儿雪 可能会有些受凉 我现在先去模组把事情解决 你若无事去给小白看看吧 折言 你放心的去吧 小九这里有我 东华 晚些时候我要先去找一下白亿 然后会回去 折言 我知道了 白亿那边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毕竟小九是他女儿 总有千万般不是 他这个父亲始终是疼爱这个女儿的 如今小九为了你这样 他更多的是心疼 东华 我知道 小白那就有劳了 魔族东华再次来到魔族时 看见燕齿物也在 为做理会 竟只走到击衡面前 燕齿物 冰快脸 你怎么来了 东华 击衡 帝君 东华将手中的瓷瓶和药丸展现出来 这个瓷瓶中可以解了你的秋水毒 搭配这颗药丸 你便不用再受秋水之毒之痛了 我会为你将这秋水毒彻底解去 待解去之后 你我再无任何纠葛 你父亲的恩情也就此还清 从今往后你是死是活于本君亦无半点关系 姬衡 帝君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哪怕只在你身边 做一个无名无分的公恶也可以 只要 只要能让我服侍帝君就可以 东华 你父亲将你托付于我让我照顾你 但是本君向来不喜欢照顾对自己想太多的人 金恒排眼瞧着东华冷冽的神情 沉默半晌 决定再尝试最后一次 转眼间 金恒起身从腰间取出一枚龙鳞 放置东华眼前 要挟着说 若是这样 我便要老是将父亲的勤奋还与我 我要你修妻 地后之位永缺 终身不娶 东华 你父亲一定想不到 你会这样使用本君给他的承诺 东华甩开击横 抓着自己一身的双手 本君的承诺虽在 可要完成什么 却由本君说了算 本君生平最恨百般纠缠之人 你如此这般令人盛宴 不过是仗着你父亲的一片龙鳞 如今本君以承诺解去你的秋水 也算还了这份恩情 从今往后 能力销毁 金恒 不 你不能这么对我 难道在范英谷的种种 对你来说一点都不算数吗 东华 不错 本君心里除了小白以外 就从未有过任何人 你 何来算数这一说 不过你如今这般 本君也留不得你 小白如今受的伤害都是因为你 本君还未找你要个说法 你去来找本君要说法 金恒全身发抖的跪在地上 不 不 不是这样的 东华 待你身上这秋水制度解去后 你便去九重天接受千万年的雷霆万君之行 每日四十九道雷霆 一道不能少 不得有误 金恒听到自己要去受雷霆万君之行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